哎下巴啊你摸我脖子滑不滑 真的你摸也想滑不滑 挺滑的哈哈哈哈哈 不在缺点什么吗 缺点什么 缺个项链啊 缺个项链啊 你给我画一个 不画了不画了 画一个不画了 人家我跟我闺蜜去逛街 人家脖子都有项链就我没有 多没有面子呀 你给我画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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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了 我给你买个行吧 买什么买的东西多贵多没有 我给你转钱我给你转 我给你转钱转钱转钱转转转转转转 你看收到没 我说我不要不要非得给我转 或者费干啥呀 这不是你喜欢吗 那行那我买个呀啊买一个买一个 老板老板你做我女朋友 五分钟就行 什么意思啊 我兄弟最近不是谈个恋爱吗 总在我面前休安 待会他来公司找我 你说我能忍吗 然后呢 所以你演我五分钟女朋友行吗 也不是不行 但是前提是下次我妈逼我相亲 你可得换我这个人钱 成交 干嘛 啊 哟小马不还没有女朋友吧 女朋友 我我我有女朋友 这不在这呢吗 来给我哥们打个招呼啊 你很漂亮呀 没啥占星地位吧 坐坐坐 怎么这么漂亮女朋友 占星地位一般吧你在家 啊 啊 啊 去 妈给点面子 看到没 这地位可以啊那必须 唱歌啊 唱歌啊 那我再征求一下我女朋友的同意 这还留意啊 这叫尊重女性你不懂 哈哈哈 晚上我能去一下吗 你是想借这个理由是鬼混吧 没没有就一次行吗 给点面子 哈哈哈 那走吧哥们 我女朋友同意的走起啊 哎等会 你不会跟上次一样明天跑路了吧 说什么呢 来下吗 我的银行卡没有密码随便划 省的呀跟神秘我好女朋友似的 真的假的 我怎么不信你这么好命啊 你不会加入什么好门了吧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 你 这回信了吧 嗯 老子 这样可以了吧 啊 什么事啊 啊没什么意思 走走 老板 老板 哎呦 啥了老板你 行啦行啦 站回来 老板 那个我问你个事啊 咱公司年冬奖命额 为什么没有我 那没有我也就算了 那我上个月的工资 怎么还没发呀 我给你领了 不是 你凭什么给我领 这我马上过年了吗 我这不想着最后两个月的钱给你攒着 然后我和你一起回老家买点东西给你 你你打住吧 那我自己拿了我自己的工资 所以我回家买东西不更好一些吗 我这不想着我和你一会 哎呀行行行 行了吧 我跟你说老板 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同事都不在 你信不信我收拾你啊 收拾我啊 对 小马你还真是胆肥了 那你信不信 我住着你的房 开着你的车 然后再给你生了十个八个小蛋 别别别老板 那个你领吧 你领吧 你快过 可怎么办呀 好看吗 啊好看 警令啊 死别看 你偷看老板是吗 哎呀警令 你听我说 我给希望的小姑娘表白发错信息了 发给老板了 你这回啊 车不回了 所以我想趁老板睡着 偷偷拿他手机 删掉 经理你帮帮我 行行行 我给你把手冰去 行啊 干什么呢 老板 我看你平时戴着耳机挺好看的 我想看看 是吧经理 我也想看看 你们说他呀 这么好我试试 老板你可别说 这开放式还真挺好 带着更舒服很透气啊 耳朵也不疼也不掉 我们一进来你就听到了 这听歌还能听到旁边的声音呢 是 那当然了内外监听啊 更安全 喜欢呀送你了 谢谢老板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耳机还是任前期待的 还挺多人用的 前段时间不是还去参加了迪拜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吗 大的 哈哈哈 等会你拿我手机晒什么呢 给我发消息了啊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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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我看你给我发什么了啊 老板你电脑段也登录了啊 那当然了 你帮我吃饭啊 小费晚上想约你吃个饭 我请去 12点6 啊 小马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你请我吃饭可以 你喜欢我 那我得考虑考虑 哈哈哈 老板你想多了 小马给小姑娘发气息 发出了发给你了 哈哈哈 这经理你瞎说什么呢啊 我就是给老板表白的啊 不是你装什么我都知道 没话说是吧 我说你 你别丢了考虑 我 老板 嗯 那个待会我兄弟来公司 你能不能假扮一下我老婆呀 嗯 哼 又想占我便宜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又不让你白帮 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 行吗 行吗 那你说怎么帮 呃 一会我兄弟来了 你给我点面子 啊 没有太过分的要求行吗 行 那我的要求呢 那我先好说吧 哎行 去吧啊 公司规模不错吧 是啊 哈哈 我哥们来了 倒杯水去啊 哎这这是啊 啊这是我女 我懂了 秘书是吧 啊 走走走走走 快去 哈哈哈来来来坐坐坐坐 哈哈哈 哎最近咋样啊 哎还行吧 哈哈哈哈 喝水哎好啊 对喝水 那个工作还行吗 哎都还不错吧 不是老板 你干啥呢 我 什么 你俩在我面前去问爱是吧 哈哈 不是老板你真演的你 不是演的真一点 怎么样 是不是 你忙什么事要走啊 我都一个小时了 杏巴奴啊 兄弟啊 啊 那个我看时间不早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不是 兄弟什么意思 赶我走啊 不说好了一块吃饭吧 哦 对对对对 对 那个我女朋友 她减肥 不吃饭 哎呀 那这么好啊 正好咱俩去吃 还能喝点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是吧 哈哈 哈哈 啊啊 你看什么了看半个小时了都 啥呀 马轮对位啊啊 有一堆小情侣 就亲嘴了哈哈 你有点不低调了 人家亲嘴你得偷看 哎 你想亲吗 我想呀 但是他男朋友不定同意吧 滚 我说我同意 哈哈哈哈 你跟他们认识 什么意思啊 那你说你同意 你同意就行吗 不是 小婉啊啊 你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 你听我懂我什么意思吗 你说什么了呀 我懂不懂的 我不说你不也应该知道我 我 你不说我怎么懂啊 那还要我说吗 那我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呀 那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 我又不是算命的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呀 那没意思 确实没意思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觉得没意思了呗 是我说的没意思吗 行 我说的 不会跟你在一起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你懂了 对 我前女友比你有意思多了 没有病吧 还我没意思 我多有意思呀 我特别有意思我跟你说 怎么 今晚我妈过生日 陪我回趟家 老板 抢扭的光是不紧啊 舔不舔我不管 弄解渴就行了 这样 这样 那行 我给你做个特殊题 呃 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钱的人 就能看出咱俩合不合适 怎么样 要钱吗 哈哈哈 不要钱 这么小气的这么大个老板 管我呢 测不测 测测测快来吧 行 那个 第一个问题啊 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病啊 哈哈哈 开玩笑的 缓慢一下气氛 好正式开始啊 那个第一个问题 你是急性子还是卖性子 急性子卖 哦 行 这个 急性子 哎呀 好嘞 那个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天气 下雪天 哦 下雪天是吧 雪天好啊 雪天好 下雪天 第三个问题 请问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换快点的吧 换快的 哎呀 换快的好 换快的好 好 换快的音乐 那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 您喜欢什么类型的食物 酸辣口味的 哦 酸辣啊 酸儿辣女 行 这个好 那个好了 这个 这边的测试已经结束了 现在正在为你计算 结果 但是老板 需要您支付个888 你怎么支付呢 你不说不要钱的吗 对呀 测试不要钱 结果要钱吗 不测试吧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咱俩合不合适 有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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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288 哎好嘞收到那个 现在呢正式公布结果啊 呃您呢是一个在下雪天喜欢 听欢开音乐的急性子酸辣味的小姐姐 哈哈哈哈那个咱俩的匹配度为49.99 哎呦不合适啊对不起再见啊 哎 喂 这卡里有50万没有密码 现在再给我测一测 咱俩的匹配度是多少呀 哈哈哈哈 那个 咱爸也喜欢听欢开的音乐啊 他妈也喜欢 我以为我 咋咋了老板 坦白了 这么多年哪个女儿养的你 谁养我呀 我给你买那车两年多了吧 你怎么从来没找我要过电钱呢 从来没要过 车充电要什么钱啊 还不承认 你晚上开灯不要电呢 你夏天开冷风不要电呢 冬天开冷气不要电呢 哈哈哈哈 要要啊 那你要电 你费电你咋不着要钱呢 就是啊 那车打着会发动机自己就有电了 你看呗老板 要电 瞅你这意思 你那车会自己发电呗 老板 你听谁说的这车还得交电费啊 马经理 昨天晚上我跟他媳妇给吃饭 他跟他媳妇要了六百块钱 说一天 一天两百 一天两百块钱 这么多年 谁给你电钱呀 哈哈哈哈 哦 那这车得充电啊 所以说电钱从哪来的啊 找马经理借了 我一直欠着 没敢跟你说 欠多少钱呢 谁给你 你这两万 他死了 找马经理借钱 他放一个老板 两万钱给你了 赶紧还给马经理 以后该多少店钱找我要 我来给你报告 可见呗 行行行 你咧你 来 行 好好好 好好好 我爸然你今晚去我们家吃饭 啊 啊什么啊你不愿意啊 那没有那我来电话了啊 许别说 嗯 喂 干啥呢 哦我上班呢 就你自己吗说话方便吗 哦就我自己方便 啊我不是人哪 你小女生老板你该杀了你 怎么还有女的说话声音呢 哦我们公司宝洁 宝洁大姨 哈哈 谁的公司宝洁还挺厉害啊 啊那我一会再跟你说啊 你说清楚来谁是宝洁啊 老板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谁宝洁啊 开玩笑的 哎呀下班 哎下班了吗 啊不是老板你你干什么你 干嘛去啊 还在新闻证 刚才给我打电话 一起办点事去啊 孩子也要 是不是按摩去啊 啊没有没没按摩 你带我瞎是不是 刚才我都看你手机备注了 m m 是小妹妹的意思吧 没有那刚才我打电话 你不是听到了吗 我哪知道你对的是什么暗号 还不承认来 啊不是哎不是老板你 加我面打回去 别别打打别打老板 我看你还嘴硬啊 你弄哪个能于半天 就你是吧 我扔你半天了 你这个狐狸精 我告诉你啊 小马都被你带坏了 他要今天赶去找你 我给腿打不吃了 你姓吗 你这是什么报价 你什么恨 谁宝洁 谁宝洁 你宝洁 你这家都是宝洁 这有意思 你赶快告诉你谁啊 我是他妈 他 他 现在宝洁是这样的吗 没有妈那个他误会了啊 他误会了 那个哪有啊 你要喝酒吗 你看我就跟车说这个怎么样 哈哈那个那个妈我先挂了啊 你们还怎么不早说呀 咱也来不住 咱也不敢来呀 哪有妈被住的 哎 你小哥你先去干嘛呀 跟他妈解释一下啊 要不然我还怎么进你家门啊 快点啊 啊 啊 你不回家把车停这干嘛呀 老板 你看外园 夜景多美啊 你陪我下去转转呗 也行走 老板 你看 这是美景配美人啊 就你嘴皮 老板啊 干嘛呀 这是乌乌的 老板 你答应我 跟我一起一辈子行吗 哎 打街上呢这很多人 不是 老板你答应我 你干嘛呀你起来 你抽纳我就这么方向吗 我我不起来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 除非全天下就算你与他人 哎 这这 哎 这都什么钱我这是 啊 哎 你起来最中演员吧 老板 你看兄弟们都这么配合了 你是不是啊 那 我答应你可以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啊 老板我都准备好了 房子我都买好了 等我再载几个月 房子装集好了 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我知道你不想花我的钱 哎 这回可以答应我了吧 行你就让他们起来 兄弟们快起来吧兄弟们 哈哈哈 那个 老板 嫁给我老板你知道吗 自从我来公司的第一次 就被你的笑语深陷的吸引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想给你最浪漫的爱情 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爱你老板嫁给我 哎呦好多人了哎呦好多人了 马经理 老板 哎呦 怎么了你这是干上第二职业了 我当是谁呢 弄不见是墨黑带 哈哈 今天只要是别人 我肯定坑了一下子 哎呦哎真巧买新车了哎 离我车远点 咋那个这 老板 老板 你给我拍个带 我睡了 哈哈哈哈 谢谢 你咋的虚伟 哈哈哈 好了吗老板 哎呦老板 你别说你这造成技术真行啊 给钱吧 哎呦哎呀 看几个照片给什么小天走了 啊啊等会 是你给我钱 一万块钱一分不能少知道吧 你看这个把我做是什么样的啊 一个人 成风了吧你啊 哎呀 您告诉你就是成风了 我刚才跟女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么没钱吗 赶紧的给钱 要结婚了 对对快快点啊 你怎么不早说大哥 跟我这么多年我能亏待你啊 啊 车里呀我早给你准备好红包了 还有离铁 拿去 真的 给点车 谢老板 哈哈哈 老板谢了啊 哎 走啊 马经理啊 你真是小瞧你了 你不光呀 碰上词了 还当小偷了呢 不是你别瞎说我什么时候当小偷了我 你陪我都给你录下来了 要不然你可得说我冤枉你 看到没有 你刚才在我车里这一顿繁草都给你录下来了 你别笑 我还给他生平将给你 让他上什么项目 起来 特别不容易 你把视频删的起来 视频删的也行 但是呢 实在是没钱 没钱了 没钱我教你怎么做 哎呀我说没 哈哈哈 爸过来外公室 不是老板你等会又干嘛呀 快点的 哎小马你听话啊谁啊 哎我来接哎我来给你接不 喂 啊子我告诉你 我年轻要是再不下来你朋友你别歪了 喂妈我一米七八十肩啊 妈我年轻 哎妈我可以做饭不是 干嘛的走 上班不得好好工作了 嗯 喂妈 我是他老板 老板 今晚我能请你看看电影吗 没事吧 公司那么多年轻漂亮小姑娘 你不料 过来聊我呀 老板这你就不知道吧 年少不知那什么好 错吧那什么当中板的道理你懂吧 这不是谁学的 学年文大点的 我给你找个阿姨得了呗 这米钱谁还在乎年龄 再说了我 我已经有对象了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路过你公司过来看看你啊 你好久没回去了 不是 这几天这不是挺忙的吗 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别熬虚了 缺钱了我给你啊 上班也要 不不不 你说这个干嘛 我自己也能挣钱啊 能挣钱 把我送你的车还给我呀 不是 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给我买车了 我老板在这哈你别瞎说啊 这就是你老板啊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那个再漂亮 也没你漂亮 我都五十多岁了 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吗 你过来 蔡王你很缺钱吗 我拼着给你开的工资不少吧 你就再喜欢成熟一点了 你这比我记不得是长年轻这么大的 不是 你现在这么爱吃软饭了 五十 你们有事我先走了啊 哎等会 其实大姐啊 我呢跟小马呀 已经好很长时间了 几个月是有了 对吧亲爱的 不是老板 你去干嘛你啊 清醒点 选我不选他强 妈 嘿嘿他同意了 我从小家 妈 不是不是阿姨啊 哈哈哈 日子过的 我快快 对吧 等会儿 我们下雨了 我们下雨了